第3 世界金曲獎與16日正式公佈入圍名單 其中睽違6年終於於去年推出全新專輯的周杰倫 這次也讓歌迷們都相當期待 不過入圍名單公佈後 該專輯只以歌曲最偉大的作品入圍最佳年度歌曲 而周杰倫今年也因為頒獎典禮當天 剛好正在舉行演唱會 無法出席典禮 消息一出 擔任評審團主席的音樂製作人陳劍齊 被詢問說到是否為評審討論的遺柱之一 陳劍齊則直率說到我還好 隨後也提到周杰倫的專輯我沒有討論 但最後結果就是沒有了 不過他說到周董的作品在評審之中都有討論 成唱度和華人音樂生活上的陪伴都是非常足夠的 所以也強調每個報名卻沒有順利入圍的音樂作品 都是自己心中的遺柱 其中陳劍齊也提到《維里安》 歌唱技術真的無庸置疑 可能製作物沒辦法突顯出他現在樣貌 比較偏年輕節奏感 也抓不太到他的企圖在哪個方向 作品是有相關性的 但也不可能因為唱的好就可以成立